你就是张路上啊 我是周庙的室友 我来呢就是想问问你 你知道你女朋友做了什么吗 我们妙妙在自己微博 发过照片有什么错 她不耍个什么劲啊 拍张妹妹把照片删了 太欺负人了吧 妙妙那么委屈也不说 在背景里偷偷哭 我们一直追问她才说的 她删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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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女朋友会想要照片删了吗 不是 你要是不知道 我自己去问她 你这是怎么这样啊 什么东西啊这是 怎么了 在帖牌上看到个帖子 说什么积淀学院愿花愿草的 爱恨情仇 发点人组织部的 蔡蔡 张路让是不阻止部的 这上面还说呢 说什么朱妙昨天在部门开会的时候都哭了 边哭边看张路让 一看就知道是咋回事 我倒问问看 看出什么了 在这儿瞎胡说呢 看来要使出杀手锏 素质钥匙给我一下 我得先回去一趟 你回宿舍干吗 换身衣服 张路让 刚刚我室友是不是跟你说什么了 你别误会啊 不是你想的那样 跟赛赛没关系的 是我在发照片的时候 没有考虑到你女朋友的感受 不好意思 张张 好巧啊 我刚跟张路让解释照片的事情呢 赛赛 我没想到你会对这件事情这么介意 如果说因为我 你们两个人之间闹矛盾了 我真的会很自责 没关系的 我会自己跟男朋友解释的 你们是不是也去食堂 不如一起吧 好呀 走 来 哎呀 腿 哎呀 痛痛 还疼吗 人家好笨哦 走路都会扭到哎 哎 我 我想起来了 我还有事没办完 那个 我先走了 啊 姐姐 你不吃饭啦 下次吧 下次一定要一起哦 拜拜 张路让同学 我能采访你一下吗 请问你笑得这么开心是为什么 因为 女朋友太可爱了 你以后出门还是戴口罩吧 长得太帅 让人挺愁的 这还差很多 你都多久没发微博了 女朋友 嗯 女朋友 扎扎 你换头像啦 嗯 你把苏苏换了 他吃醋怎么办啊 我跟他商量过 你怎么说的 吃醋说 如果另一个苏苏这样 可以放心一点 他好像可以接受 那放寒假回家 我多买点肉干补偿他 我一样 你笑死了 你笑啥呢 之前朱苏不是把微博里 张路让的照片全给删了吗 他现在又开始发了 而且这清一色都是咱们 校学人会会长的照片 就连文案都跟之前的一样 这是换布标了吗 可不 反正跟我也没什么关系了 我就等你